沒有聊四季 天原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我們來看不列典加上法蘭克 英法聯軍 然後對上的對手是 ACCN跟SREND 這兩位選手是S級的玩家 他們兩個選的是工程器文明 一個是斯拉夫 一個是賽爾特人 那賽爾特人也是工程器超強特化的 如果只單工程器的性能來說 賽爾特應該是最強 因為賽爾特的攻速高之外 他的這個金罐 他也是銀罐 可以增加這個工程器的血量 所以他玩工程器來說 應該算是首選文明 那他除此之外 伐木速度比其他文明還要快 這個基本伐木速度就有15%了 加上一級伐木 那個效率就會直接起 木頭的那個量是超多的 那工程器也是非常需要 吃木頭的一個單位 那木頭非常需要的情況下 賽爾特的這個能力 是非常好可以摳摸到的 好 那來講這個 這個斯拉夫 斯拉夫的話 雖然工程器沒有特殊強化的能力 沒有什麼攻速加重獲血量增強 像賽爾特一樣 但是他的價格是比較便宜 造價便宜 除此之外 他的步兵也是很強 所以他可以玩一種戰術 就是超級便宜的 一堆頭車加衝車或挪炮 然後裡面塞一堆擊兵 的一個特殊戰法 那這個戰法跟我們之前拍的那個 圍巾那片一樣 衝車上車 直接用圍巾狂戰士 上這個衝車 直接開撞 那其實 斯拉夫人也是滿適合的 因為斯拉夫人他的步兵 還有這個王者四重 步兵可以造成擴散傷害 所以這個戰術對斯拉夫來說算是 極強的一招 好 那就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開打吧 那法蘭克跟不列典我們就 直接在看中後期來講 那2v2的一個重點 其實正規打法 就是一個人要出騎兵 一個人要出公兵 那法蘭克跟不列典這邊 算是一個比較標準的 選文明的一個方法 但是ACCN 跟這個斯拉夫人 兩邊覺得有點在鬧 兩個都選自己想玩 還是他們兩個有特別講好 兩個人都選工程器文明 有肯 那野獸兵也不會出工程器喔 有肯是打這個步兵 然後打這個 貴族鐵器 也是有肯 這都不好說 但團戰來說的話 如果是這樣打的話 好像就沒有什麼太大特色 好 那這邊 法蘭克率先出了一堆肉馬 想要來騷擾 好 那這邊用兩杯數來看 好 肉馬過來騷擾 村民直接拉掉 這裡有四隻肉馬 肉馬雖然很多 來了 這個就是標準喔 騎兵加工兵 的一個壓制喔 那對一個 對玩家來說的話 其實壓力蠻大的 因為你是被兩個夾擠喔 這個肉馬 砍這個木牆砍很快 工兵又可以設這邊蓋房子的村民 欸 結果這邊 AC事件直接直層喔 哇 這個高速直層 那直接上這個城堡時代 然後工程器製造所快出了 出奴炮 出奴炮防守 欸 真的有想法欸 真的是要打工程器欸 好 那剛剛有說 這個賽爾特的工程器很強 好 來看看這邊奴炮串燒 哇 直接串了幾下 肉馬全部殘血了 只有一隻血量比較多而已 好 那大量的奴炮直接走了出來 還在貫穿 哇 工兵全部都快抽了 怎麼辦呢 只能往下走 OK 這邊再繼續過來 看起來 只能往後撤 這邊可能要靠 法蘭克這邊喔 趕快到這個城堡的時代喔 出血騎士來砍 會比較有用一點 這個肉馬現在過去可能也會增巴喔 奴炮現在給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哇 直接把對手逼到家裡 後面還繼續補下更多的奴炮 好 奴炮這邊還是在拆這個 城牆 哇 這個是木牆 不是木牆啊 這個木門 這個木門血量掉太快了 好 那這邊有用個閃陣過來上來 印A 那奴炮效果很好 全部的肉馬直接被穿死了 哇 大量的肉馬 屍體在地上 而且只有一台奴炮 被打倒 那看來還是需要用這個大量騎士喔 那這邊藍色 藍色這個是不列顛 不列顛如果這邊上城堡時代之後 要趕快去出這個投石車喔 投石車打這個奴炮效果是很好的 那只要砸了一法 我奴炮就會爆開 那對不列顛來說也算是比較簡單 好處的一個方法 因為現在如果不列顛要出騎士的話 這個照料成本也是蠻高的 那再更直接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去挖石頭蓋城堡 直接守TC 但是現在這個實際點 蓋城堡好像有點維持一彎 所以最好的方法 是趕快蓋一下這個 騎士 不然就是工程器製造手 這兩個東西 那可能只能靠隊友法蘭克 這邊趕快爆一堆騎士過來救一下隊友 還是要直接去過去騷擾呢 那Slan這邊 哇 直接暴農啊 3TC 那Slan這邊是3TC 然後狂暴是工程器 出了一大堆 直接壓制對手 YC先是在玩弄對手嗎 我怎麼覺得這個 越看越奇怪啊 無號數量 說到有點怪怪的 好 但是這邊 不列顛有出了兩個馬 就看來是要來轉騎士了 我就是轉頭車了 現在轉頭車的話是有風險的 如果一次集火的話 那個頭車還是會被收掉 那就是在用頭車的時候 會不會要放幾隻村苗 馬上即時維修 就還有可能 修得回來 好 那這邊想要直接走進去嗎 收村 收村偷射一下 哎呀沒有射掉 差一顆C 但是裡面村苗要噴出來了 因為這個TC血量只要低於500D以下 就會把裡面的人村民噴出來了 噴出來了 噴出來之後村民要趕快回去修喔 不然這個TC要爆了 TC爆之後就走不住了 好 這邊拉了一小坨的奴兵 直接過來開射 想要直接集火射掉一坨村民 但是來不及射掉 好 那這邊可能這個TC沒救了 因為奴套3很高 村民硬修的話可能會全死光喔 所以那這邊直接撤退 好 但是隊友 這不是隊友 這個是Selaine Selaine這邊也是在出攻擊器 也是在出奴炮 但是法蘭克騎士過來營救了 隊友中文過來做事了 但是有四隻騎士能守住嗎 奴炮數量來到14隻喔 非常巨量的一個數量 前面還是有蠻多的攻擊製造所 裡面殺了非常多奴炮 好像一出來的話還是有可能喔 可以集火掉了 好 那這邊可能要回頭來打這個騎士喔 騎士直接出來 好 直接被串燒掉一隻 OK AC先這邊直接集火點騎士 剛剛後面這個奴炮 後面出來就很慢喔 好 後面大量的奴炮也過來 但是騎士直接硬砍 沒有在躲喔 直接用肉身去擋奴胖的傷害 哇 奴炮喔 奴炮很強 但是騎士也很強 兩邊都很痛 好 凡克騎士直接硬砍 還在砍 好 出不在砍這邊之外喔 連他 連這個Selan加里喔 也被凡克爾這邊硬打 欸 結果不列典這邊出頭車了 好 想想還是出頭車比較實際對不對 打奴炮就是要出頭車阿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 OK 奴炮 欸 這個能 再炸一發嗎 可以 好 結果騎士沒有進去喔 在外面砍這個木牆 那Selan也是非常的 守得非常好 馬上補下這個大死牆 那加里部分還在出騎士的法蘭克 順利的解掉這波攻勢喔 讓不列典這邊喘了一口氣喔 並沒有直接滅果 還可以挖這邊土金跟石頭 這邊看起來是穩了 好 那這一波進攻看起來沒事 我們再加速一下 這個奴炮戰術似乎不太好 只出奴炮的話很容易被騎士砍光 像這個法蘭克直接單純騎士爆 爆一爆就解決了 所有奴炮 那這邊會再繼續出奴炮嗎 還是會轉兵呢 好 單純騎士過來 直接砍這個承認中心 感覺有機會砍得掉喔 血量很低 70級 50級 40級 要低調了吧 完了 哎呦 這個沒低調欸 這個直接被砍掉TC了欸 還是他有低調我看不太出來 看這個資源啊 這個低調的話 是可以補一點資源 看起來看起來是有低啊 還行 但為什麼這邊TC要開這麼多個 呃 有強法欸 這個TC在同地方開兩個 好 那家裡這邊小工再出來 出來收藏 好 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打 好 毒炮 哇靠 毒炮直接躲在這個木門這裡 巡弱 只留一個小縫隙喔 把CCM各種準備都有在預防了 好TC也開到四個 經濟來說都有在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但是這邊斯拉夫 斯拉夫 剛剛已經爆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經濟量非常好 這邊優先給下了這個帝王時代 那法蘭克跟不列帝的時代 可能會上比較晚 因為法蘭克這邊騎士出了太多隻了 出了二三十隻有 哎呀出這個頭車喔 BK什麼都有 所以三十幾分要上帝王時代 是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欸自己的農田也沒那麼多 他這個農田其實會讓自己喔 欸很有可能會斷存喔 因為他如果要出這麼多騎士的情況下 很容易就三TC就會斷存了 那農田可能要再補一點 好 那這邊頭車開打找到玉村 欸還是兩村啊 怎麼會有兩個屍體 這個村民很可憐 在那邊伐木就被收掉了 哇靠 直接三TC在這個位置 這到底是什麼戰術 有點看不太懂 好 法蘭克這邊出頭車 又出衝車 看起來是沒有打算要上這個城堡 欸上帝王時代了 看起來是要城堡一直線喔 並沒有要打帝王 好 那法蘭克騎士 直接走進來 看到大量的TC 然後後面還有大量的奴炮 直接選擇了往後側 沒有要硬打 那才是選擇打一個 打穩的方式喔 好 拆了一個TC之後 然後 騎士會直接過來硬砍嗎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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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村民直接拳擊開打 但是要被打了嗎 欸呦 瞬間收吹 還行 好 弩炮過來直接串燒 哇 騎士大部分都殘血了 但是騎士的 途徑 一發不可收拾 非常大量的騎士已經倒地了 但是 直接上來硬砍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雖然騎士全部血量都低於一半了 好 遊戲的血量更少 好 但是這邊ACCN奴炮也過來了 這是什麼奴炮大戰啊 好 整場就只出奴炮是不是 這個就是S級玩家戲弄一般玩家的畫面嗎 你看得出來他都沒有在認真打啊 真的是在玩弄對手的感覺 只是出奴炮 好 這邊在串燒 哇 有倒一個騎士 哇 這個騎士倒都是三隻啊 哇 三隻不到 哇 剩一隻 看起來這個騎士真的是要白給光啊 好 那補列顛這邊也有一個殘血的空間喔 所以這邊慢慢的把自己家裡的經濟補起來 哇 補到5TC喔 終界基本上兩邊都沒有交戰 都是在存自己的經濟量 然後趕快看科技 沒有什麼太大的特別地方 但是這邊S級已經升到這個重型弩炮 連這個 這個化學跟工程 工程工程師這個科技也點下來 這個可以射程再多一點喔 變成射程8的一個奴炮 那攻擊力有10C 傷害是蠻猛的 血量也是50D喔 所以這個頭車如果沒升級的話 一發是砸不到這個奴炮 好 那這邊慢慢走過來 反而克並沒有要存資源上帝王 然後是選擇點下這個 術品技術 這個鑄鐵技術 所以會再讓騎士加一攻 我覺得還是要點 因為他畢竟都沒有要上帝王時代的話 可能還是要趕快去拼出一些 基本的一些科技 好 那這邊打兩母炮過來 然後村民也過來 但是 這邊 騎士看到沒有先打村民 反而是想要來直接包奴炮 奴炮直接被正面貼了上去 這一波 法蘭克包得太完美了 哇 打兩母炮直接被曝光 地上都是工程器的一個 屍體殘骸 髒天這邊 直接吃便 ACCN過來助障 我炮又開始射了起來 � отк 各種射一直散 一直射一直散 然後這個該不會是 整場都要輔工程器而已 好 那這邊賽爾特 ACCN點下了賽爾特狂熱 塞爾特狂熱點下之後 工程器的血量可以在大幅上升 好像是上升40% 而且蠻多的 這個衝車血量可以到300多滴這樣子 好 喔 加20滴 50 加20滴 所以是 57% 還蠻多的 好 那這個重型奴炮來到了 70滴的血量關卡 這邊能不能收光了 賽爾特 攻城器很強 攻速超快 血量沒有多 好 那這邊再補一下這個化學 這個重型奴炮就完美了 那還要再補一下這個攻城器工程師 好 那反克 反克說 欸 這什麼 HAPP 可以來救我嗎 是這個意思嗎 哇 結果這裡沒有城堡 沒有城堡的話 攻城器 可能可以直接繼續往前喔 那城堡位置的話 剛剛沒有蓋這個位置就有點來不及 因為這些主機一定要優先救到 好 這邊想要再來包一次 騎士直接上來硬貼 但是騎士貼到的時候就已經倒了一半 真正有在輸出的騎士 只有一兩隻而已 哇 主奴炮傷害真的太痛了 直接硬砍 聰明來修補一下 修補一下奴炮 好 牌照來直接蓋城堡呢 衝車越來越多的台了 塞爾特沒有出這個衝車喔 如果他有出衝車的話 可以看到他的衝車血量是破300滴的 好 奴炮直接走進來 欸 這什麼畫面 直接硬點PC 雖然奴炮的遠方是蠻高的啦 遠方有8 但這裡感覺也太狠 好 這邊工兵喔 這邊出長工兵 欸 出長工兵的話你要怎麼做奴炮的啊 除非量夠大喔 可以用點射的方式喔 射光這些奴炮 但你數量不夠的時候 這些長工兵是來送的啊 好 那長工兵也沒辦法 要阻止衝車喔 哇 這個武炮合擊 太難打了 感覺出大量投車是有機會的 但也要出得起 南克這邊看起來 已經要滅國了 剩下兩個TC 村民都在逃串當中 後面有更多衝車慢慢逼了過來 上面騎士一衝 從薩爾特的工程器 也瞬間融化 哇 沒救 這看起來真的涼掉 普列堅出騎士的那一瞬間 速度就已經輸了 看起來是這樣子 好 南克家裡 感覺沒有太多的一個經濟喔 衝車開始開了進來 想要直接各種拆建植物 欸 這邊 小蠻沒有打算要繼續鞭屍喔 反正是要轉向普列堅那邊走 衝車開始慢慢往那邊走 我的習慣都是會把衣果打到快要死掉為止 好 那這邊 大量砲炮直接鎖在對方家裡 開始直接拆喔 拆一隻手 這個分數越差越遠了 對手應該也是覺得 呃... 怎麼可能 對方只出砲炮 跟衝車就打爆我們了 他們一定也覺得很不可思議喔 怎麼會這樣子 好 那這邊 不列電中想通了喔 要出這個工程 欸 這個叫什麼 中頭 頭死車 對奴炮跟衝車喔 效果還是比較好 那輕頭的話效果真的很差喔 畢竟人家是有升級重型的喔 那自己要升級一下喔 才不會這個砸下去喔 後不太到什麼險 好 頭車 頭車 頭車要不要來了 前往前前往前 把你的建築快被拆光了 好 下面大量的奴炮 直接散開 開扁 好 哇 直接散一下 再散一下 拉打 稍微拉打 稍微拉打 哇 這個拉打非常美麗 非常多的弱馬 一直倒地 只是砍到幾刀 這個弱馬就抽了 這個在秀操作嗎 這個是在秀嗎 這看起來很像在秀耶 要包了 要包了 要包還是不包 好 包 最終還是包 但雖然很少 包不過 哎呀 結果這邊完全沒擋住啊 哇 頭車這邊 直接開打 但是有一些頭車被衝車 直接被頂爛了 後面有更多奴炮過來 中頭開始在骨子 衝車進攻 也有洛馬在開始衝車了 應該是沒問題的 沒問題沒問題 奴炮 要先來砸奴炮呢 要先把這個衝車給砸掉呢 先砸衝車好 砸衝車也好 沒有衝車 但是衝車會來撞這個巨頭 哎呀 直接頂掉 哇 兩台掰 但是最後這兩發也有投到一些奴炮 好 大量的奴炮直接瀕臨層下 補裂顛 還能居住這個鐘頭嗎 好 反而這個 看起來慢慢復活了 把家裡的奴炮全部解掉之後 會來救隊友補裂顛嗎 硬霸聯軍 會就此倒地嗎 好 那這邊奴炮 直接硬點城堡 我這一次看到奴炮在拆城堡了 我這一次看到奴炮在拆城堡了 這個高手玩的司機帝國 跟我們玩的司機帝國 真的是不同的遊戲 平常我們看那個高手鋪打的時候 都覺得他們看起來玩得很正常 但是 當他們跟比較低分段的玩家玩的時候 這個遊戲真的是又變得不同的遊戲 這個細微的差距就影響得很大 這個差距很明顯 這個太扯了 這個太扯了 7000多滴血 我的天 光騎士來砍也要砍到 什麼血流 至少也要120隻遊俠之類的 或是100隻遊俠 至少也要60隻吧 最少也要60隻遊俠 不然這顆血量 是不是不穩 這個表示太快了 這畫面太噁了 這畫面太惡了 好啦 凡 Unf Vamp這邊出少量肉 想要直接開砍 但效果不是很好 衝 Us ticket力從不列鍵城堡 不列鍵城堡 又再度掉了一個 糟炮先生直接用拳手想要扁 但是直接全倒地 然後綠色的凡克說 nice blade pull PRO 打得不錯專家 結果Blaiden這邊已經投降了 看起來這場已經結束了 這個大量魔套真的是沒者 不知道有幾招 一台一死一台 這場比賽真的是有點 讓我們看了三小鐘感覺 但我覺得還不錯當作消遣來說的話 AC線跟神類也算是蠻有想法的 只出奴炮跟衝撤而已 也蠻明顯的基本功在這個遊戲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今天影片我們就差不多就到這了吧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